其实大家都说端午过后天气就稳定 那我们就看到其实端午节过后 我们还是一样下着雨天气也没有变比较好 这一次强哥退选在端午之后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震撼弹 再加上强哥的心情 这段时间一直在包含从张探政院长被提名之后 到他继续的请求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公正的初选 再到他昨天的退选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心情一定是有起伏的 一定是有起伏的 一定会有受影响的时候 可是总是我们在国民党内都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年底可以迎接胜利 那强哥做出一个表率 他也接受了这个当初他所取下的承诺 就是国民党不管是推举谁用征招或提名 或是初选的方式 提出最强的候选人 罗志强就支持到底 那他也是兑现他的承诺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他绝对会受到影响 可是他也同样的对桃园市的市民取下承诺 就是他会一边走 把所有的礼给走完 然后为桃园发声跟祈福 这个承诺他也会把它做到好 这个就是罗志强嘛 因为你看他就是总是说到做到 那总是以大举为重 这点就是大家所欣赏而且钦佩的 当他提出要做这些 提出要献策献三个计策 然后第一个当然是希望 先有我们公正公平的初选 程序正义才会有后来的善政 我们就希望说 以不管是在地的声音 或是我们在台北看选情 对于这些媒体人来讲 我们都是希望说张善政 有没有这个本事 是驴是马迁出来绕一圈就知道了吧 如果张善政院长真的那么强 那提早的做一些对比式的民调 有一些策略 然后让我们其他的这个 你参选人包含说强哥 包含说吕玉玲委员 或是鲁明哲万美玲委员 这些人都可以心服口服 有一个下台阶也好 所以我们是一直不断的希望 要争取这个初选 可是你去看这一次强哥 他贴出来成全之后 我们在他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发现 罗志强本来的心思是长什么样子 罗志强本来是想要提出来三个策略 三个建议之后 他就宣布退选 他是决定 他跟张善政院长献完三个计策 跟张善政院长讲说 怎样会赢 怎样会赢得漂亮之后 他就要退选 所以依照罗志强的这个 最原初的想法 如果张善政院长肯听他的建议的话 他就会把第二个 第三个计策都讲完之后 然后隔天就宣布罗志强 我没有要参与这场桃源市场选举 那我会退出 那并且为祝福 就是未来 不管是有没有初选 还是依照原定的是张善政 郑先生 他都会支持到底 原先的计划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很可惜 就是张善政院长 他在脸书上面贴文 听起来他也是做了很大的决心 因为毕竟被征召嘛 他就说他就是这个决定 他不会回头 所以也等于是软性的拒绝了 罗志强提出来初选的要求 那就比较可惜 所以强哥也觉得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他言则已尽 已经提出来一个政策 如果不接受的话 那继续提第二个第三个 呃 院长如果也相运不离 那也是为难院长 所以他就干脆不提了 而且也提早的就宣布退选 让这一场局有早点整合的空间 嗯嗯 所以让罗志强决定退出的关键 是觉得说想要赶快让民 呃国民党整个在团结 这样子 这一定是啊 因为强哥总是就是以大局为重嘛 我就说了 强哥其实献完三个计策之后 就决定要退出桃园市长选举 本来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呃 呃现在张安正院长遇到的这个在地的困难 不只是强哥这边而已 不管是强哥的支持者 呃 还觉得说可以来一个公平的初选 包含说我们在地还有吕玉玲委员 还在积极的争取 而且应该是张安正院长跟吕玉玲委员 可能还没有见到面吧 就是这中间还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来化解 那强哥提出来公平初选 这个策略表面上看来 我们会觉得是不是罗志强在争取初选 希望还有一拼的空间 可是就我们事后诸葛来看就不是嘛 因为强哥本来就预定在献完三个计策之后 他就要退出桃园市长的选举 所以不管有没有办初选 最后有没有如愿以偿 强哥都不会参与初选 但是如果说真的办了一场公平公正的初选 对桃园在地那么辛苦 已经走了那么久 包含也持续的议员 不宣布参选的这个陈万德议员 就是呂玉玲委员的老公 那总是也要交代的过去吗 如果有一个公平的初选 让大家知道张三郑院长真的是有这个实力 可以打倒民进党 赢回桃园的政权 为桃园市的市民做更好的服务的话 这样子也是给在地的呂玉玲委员 一个好的落场的机制 所以不管最后是张三郑院长出现 还是李玉玲委员出现 我们还是希望会有一场公平的初选 那这次他全部退出之后 黄建廷也有说希望他加入张三郑的团队 那你怎么看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我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觉得强哥的能量现在是全国性的 他不是只在桃园 就像当初我们征召三三郑之后 传出蒋万安团队也有延烂强哥 就加入帮忙蒋万安 一起打台北的这个战役 那现在黄建廷秘书长竟然有抛出来 是不是请他在桃园继续升耕 帮忙三三郑 可能依照强哥而言 他退出了国民党的这个桃园市长的选举 那本身就是以国民党为重 以桃园为重 我们都希望赢 所以以强哥来讲 他深耕桃园是一个目标 但是以他全国知名度 未来可以在台北 在桃园新北台中高雄台南 都有很好的发挥 他是全国性的 我们大家都需要他 所以以黄建廷秘书长的这个看法 可能把强哥的能量太限缩在桃园 其实强哥应该可以发挥全国空战的实力 在全国各地到处辅选 也不要说是加入谁的团队 包含说什么 假如说今天高雄提了一个人才 然后希望我们去帮忙站台帮忙辅选 我觉得强哥也是义不容辞 那可是也还有人说 因为你刚刚说他的能量是全国性的 还有人说是高雄这一块人选还没有 然后罗志强有可能会被派去选高雄 因为刚刚讲到黄建廷秘书长 有说不然加入张三正团队吧 那党中央既然这样讲了 基本上把他在 把他在 问他有没有考虑去高雄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 那当然党中央有党中央的规划跟安排 但是我自己这么觉得 这一次的确我们的党中央 征召了张三正这样的一个处置 对于罗志强议员他来讲 是伤得很重的 是伤得很重的 我也觉得党中央跟罗志强 也还没有修复完成 如果说有一个好的协调跟好的对话 去沟通 也许高雄这件事还未定之间 都还是可以谈 可是就我自己现在看到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多的委屈还没有被化解 那跟党中央也始终没有一个正式对话的管道 所以你说高雄这一局有没有可能 我现在看起来强哥应该还是会履行他的承诺 就在桃园好好的生根 然后祈福桃园 为桃园发生 目前在高雄这一局还没有听到类似的消息 我觉得是不会 那你刚刚说就是还没有 强哥还没有跟党中央 就是完全修复关系 那这个是不是可能要等到朱立伦回到台湾之后 才有可能再继续进行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 因为党中央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有一点 不是那么善于沟通 就我们自己讲的嘛 因为你看连苗栗的这个提名人选都可以搞到就是证招的人竟然自己出来说啊我没有要不接受党的东西 就是事前是不是有好的沟通呢甚至你看桃园过去的先例就知道吧 双参政要出来是在地的人甚至连啊连胜文副主席都说啊他是开会当天才知道他是完全事先是完全不行的 这个保密到家有好有他的好处有他的坏处但是就证明一件事情 党中央对于沟通这件事是琢磨不够深啊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罗志强的受伤 呃党中央跟罗志强之间的对话不畅通是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如果党中央开启对话或跟罗志强讲说哎下一步 因为强哥毕竟还是一个爱党 然后希望桃园瘾所以成全桃园的一个忠贞的国民党的党员 他现在没有任何的公职也没有呃身份反正他就是桃园市民 然后用他的这个能量到处的走 如果我们党中央可以好好的去跟强哥聊呃下一步可能可以怎么做 也许这些建议强哥可以听得下去